大家好 我是侯怡秀 我的本业是律师 那现在同时是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秘书长 AI能够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它能为我们争能 然后能够大幅地提高我们的生态效率 但如果有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去年三月 就是George VT刚出来不久之后呢 就有Elon Musk 还有这个人工智慧之父 Joblin Hinton 他们这些对AI其实有相当了解的专家 提出连署了说 要要求OpenAI这些大公司 这些开发大型理人模型的这些工具 暂缓开发 其实AI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 这个两面神Janus 它有带来非常多好处的一面 但是它也有带来大量的东西的一面 那接下来这一张 我们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究竟这些风险是哪一些 首先我想要提到的是 一个大家可能不会知道的事情 就是在去年这个 2023年的 Penbridge Dictionary 他们提出的 2023年的年度的字 The World of the Year 是叫做Hallucinate这个字 什么是Hallucinate呢 它的中文版语言是幻觉 那为什么这个字会成为建条字典去年选出来的年度字呢 其实就跟生成式AI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这边所指的幻觉并不是原来定义上人类所有的幻觉 它所指的幻觉是指大型语言模型在生成内容的时候所产生的幻觉 请大家注意 人工智慧是会有幻觉的 大型原模型它是会有幻觉的 它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然后特别特别是 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搜悬引擎来用 因为它不是搜悬引擎 请不要去用来生成你没有办法检验的结果 因为最终要负责任的终究是使用的那个人 碰了去LGBT产生的结果 你还是要对那个结果负责 即便那个结果并不是你所产出的 因为人还是要决定 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拿来利用 你还是要负担这个责任的 我想这是我们在运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必须要建立的一个认知和共识和规范 这样才有办法负责任的去利用人工智慧 这是我想要强调的 总之人工智慧的运用 我们不能只看它好的一面 我们必须要同时去思考 它可能对我们带来的风险 对我们公司带来的风险 对社会带来的风险和冲击 还有对整个环境带来的风险和冲击 请开많度订阅